3 月 7 日是日內亞車展 2019 舉行的首日 雖然車展還未開始 但廠商們已經急不及待地不斷施行發表新車的資訊 所以先來一個前瞻 以下就是 9 部你要知道的新車 本田這輛電能車大家都已經見過很多次 今次車展終於要展出接近量產的原型車 除了有偽裝罩不停流出之外 本田更發佈了側感極佳的橫觀式中號訊息娛樂系統 本年希望憑轉這輛電能車 先行開機於 2025 年之前 實現三分之二產品都用電能計劃 本來是福福旗下的品牌 但之後轉為它們的電能車部門的Polestar 自Polestar 1 後 今年會帶來Polestar 2 兼Tesla Model 3 目標的續航理數大約 499 公里左右 售價大約 3.5 萬英鎊起 預計 2020 年頭產 從廠方來看是非常漂亮及前衛 Audi 近年都積極發展電能車 今次會在展上推出全新的 Q4 E-Tron 電能SUV 車身尺寸會比上一代的 Audi Q3 差不多 措用大眾集團的 MEB 平台打造 同樣主打入門級的電能車市場 預計量產版會在 2021 年初開始交車 大眾事先張揚了 T-Roc R 概念車 目的是展示 T-Roc 車型都可以玩高性能 暫時看車身造型的運動感十足 動力配置數據未明確 外媒就估 T-Roc R 會採用跟 Golf R 一樣的 2.0L Turbo 引擎 最大馬力達到 300 匹及 400 Nm 扭力 亦會加入 4Motion 四驅系統 這部電能沙渦車非常吸引 極前衛的造型用上 MEB 平台 並且使用上低矮車身及開縫設計 用上寬大的輪胎及甲蟲式的圓形大燈 曾經外傳萬事得會在車子上發表新一代的 CX-3 但近來就說是全新車款 廠方的這張照片 外界猜測是一部 Crossover 的 SUV 而最重要的是有機會用最新的 Skyactiv-X 引擎 不知道是否因為 Lamborghini Urus 的成功 令車廠見到超炮 SUV 極有市場 Bernie 推出性能最強的 Bantaga Bantaga Speed Benz EQ Boost 技術越來越成熟 終於登陸性能版 AMG 加速 AMG GLE 53 4Matic 亦預告會在車子中登場 0-100 加速只需要 5.3 秒就完成 期不期待? 標誌 208 在 2012 年推出後 原來已過了 7 年 在車子前廠方發放出大量第二代新車照片 外觀部份很有大哥 508 的影子 更加會有純電版本登場 除了這9 部車外 還有更多更多會在車展上展出 想知道更多的各位 謹記要留意泊車男吧 我爆肝都會為各位詳盡報道 bel熊 叮烏 叮烈車 在ux anlat